檢察官 我跟你講 這是我小孩的押稅錢 哇 你到底是什麼大富大貴 押稅錢 我成年之後 我就沒有再領過押稅錢了 而且柯富遙的押稅錢已經用完了 因為杭州南路那個老房子 當時柯文哲就是說 是用柯富遙的押稅錢買的 他押稅錢已經用完了 押稅錢真的很厲害 他已經用完了 主任你不要告訴我 他押稅錢有幾千萬 不是啦 押稅錢的行情是怎麼樣 來 我們請那個年紀小的吳蓁 押稅錢的行情是多少 押稅錢 以前親戚比較多的時候 全部都加在一年 大概一萬出頭嘛 你幾歲的時候 就很小的時候了 很小的時候領到22 出社會工作變 我們自己也要包押稅錢回去啊 所以後來才有一個說法 是說媽媽帳戶裡面的錢 然後他說因為錢不要變成遺產 所以領現金 這個也被吐槽 請教一下 你媽媽如果說 來 阿芳這錢要給你贏啊 媽媽就轉帳給你不就好了嗎 不行嗎 為什麼媽媽一定要捧一跌 然後你們在那一跌說 那我們再存進去 那個吳蓁的戶頭 存進去小孩的戶頭 就是很多都說不通啊 而且媽媽還在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錢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而且他密集存錢 有兩段時間 那個時間也很巧合 一次是在便當會之後 一次是在840%融機率之後 那個840%融機率之後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時間點是 逃租影員見面之後 對 你說這個時間點是不是巧合 好吧 你可以解釋是巧合 因為法律也不能以巧合就來定罪 這個我們都理解 但是你因為這個巧合 檢察官就會心生疑問嘛 他就會問你說 怎麼會那麼剛好嘛 對不對 所以而且呢 很奇怪的是 柯文哲11月1號跟審慶金見面 下面寫1500 隔天狀況基金會成立 成立基金是1000萬 對 這個數字又是一個巧合 一旦審慶金如果變成污點證人的時候 這些金流就不會是巧合了 因為他的源頭跟支出的部分 他就可以鬥得起來 那現在就看審慶金決定 他要不要變成污點證人了 那律師我要先請教的是 假設你的當事人 那他們有沒有需要陪真 因為他其實是證人身份的時候 講出這一段話 我說陳佩琴 證人是不能陪 不能陪真 不過因為他本身身份 他其實一定是被告音訊 所以當下一定都會有律師在 那我們先不講情境 假設你的當事人 然後你要問他說 那我是律師 我是不是也要瞭解一下 你這個錢的來源 我們才比較知道怎麼辯護 對 你如果是剛才說 公司的答案 你會怎麼樣 你剛剛很想卡他吧 他怎麼拔了 沒有我跟你講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覺得說 有四種說法 因為講說 稿費通告費 各種的費用 媽媽的錢什麼的 是 那可能是一個總和 但是因為有一些細節出來 原來是講了A之後 然後被打槍換B 然後又被打槍換C 就一直在改答案 跟我本來預設的 說原來他是一幣一掛說 就是這些錢 不是 他每次講被推翻之後 再自己再自約 我覺得就現金貴現金 這個我現在回應的 就是剛剛這個 如果川哥的推論 那我必須要講 就因為北院裡面的申請書 他特別有講到一條 我覺得非常特別 他有講說 共犯審慶金 期約 甚至收受違背職務賄賂 所以我認為期約這兩個字 跟剛剛川哥講的這個流程 我認為會不會有關係 因為期約的意思 並不是極其兌現 對 他可能就是實現在 我們談好的 比如說你設好的公司 我給你什麼 你我們開 比如說開幕了 你給我什麼 所以我認為就是在這聲明書 特別多了 期約兩個字 會不會跟這些有關 晃哥我請教 我們剛剛看的是說 陳佩琪 他被約談那一天 因為周刊 他感覺就耳朵就貼在旁邊 我真的覺得他們是隔腔有耳 這有聽到 因為很多很小的細節 那個整個說法是這樣 陳佩琪被約談 那我就先問說 不然你去錄那錢 你錄一ATM 一百多萬 請教一下 你這錢回來 我老公給我的 是我先生的稿費 你稿費領到一百五十七萬 請教一下 你是市長 你都沒有自己本身公務上面的事情要做 因為你們通告費要領多久 才能夠領到那個一百五十幾萬 也是要累積很長的時間 而且你們是專職的 因為專職是市長 所以這個說法馬上就被吐槽了 金額太大說法不合理 那後來金額太大 這個說法不被認可是不是 沒關係 我就換了第二個說法 所以陳佩琪後來改口說 民眾給的選舉費用 這個我覺得緊鄰大作 民眾給的選舉費用可以這樣用嗎 民眾給的選舉費用 不就是給你選舉嗎 你怎麼會存到你小孩的戶頭裡面 個人戶頭就不對了 對嘛 這個這個其實也有法律上面的問題 現金專戶 或是進到黨部的專戶 對那怎麼會變成柯文哲給了現金之後 然後我把他轉去ATM存到我的戶頭 存到那個我小孩三個小孩的戶頭 這也說不通對不對 所以呢 檢聯就提示證據跟他講 然後他說不是 不是 檢察官我跟你講 這是我小孩的壓稅錢 他到底是什麼大富大貴 壓稅錢 我成年之後我就沒有再領過壓稅錢了 而且柯富堯的壓稅錢已經用完了 因為杭州南路那個老房子 當時柯文哲就是說 是用柯富堯的壓稅錢買的 他壓稅錢已經用完了 壓稅錢真的很厲害 壓稅錢真的很厲害 他已經用完了 主任你不要告訴我他壓稅錢有幾千萬 不是啦 壓稅錢的行情是怎麼樣 來我們請那個年紀小的吳蓁 壓稅錢的行情是多少 壓稅錢以前親戚比較多的時候 全部都加一年大概一萬出頭 你幾歲的時候 就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領到 出社會工作變成我們自己也要包壓稅錢回去 對啊 所以我就想他們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 小朋友過年的壓稅錢 這個太離譜了 沒有人能夠接受 最後他又要補充 我說壓稅錢小時候不是要壓在枕頭下面 他就幾百萬左右 他壓了一張金融卡 他只要壓金融卡就好了 合理合理 所以後來才有一個說法是說 媽媽帳戶裡面的錢 他說因為錢不要變成遺產 所以領現金 這個這個也被吐槽 請教一下 你媽媽如果說 來阿晃啊 這錢要給你贏 媽媽就轉帳給你不就好了嗎 不行嗎 為什麼媽媽一定要捧一疊 然後你們在那一疊說 喔 那我們再存進去那個無真的戶頭 存進去小孩的戶頭 就是很多都說不通啊 而且媽媽還在啊 而且這樣講很不孝對不對 而且這些金額即使變成遺產 他也不用課遺產稅啊 因為他還沒有到那個額度 根本就還免稅啊 是在緊張什麼 其實我覺得檢察官在查錢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就四個字經驗法則 柯文哲跟陳佩琦的工作 柯文哲以前當市長 陳佩琦當醫師 他的工作的薪水會不會領現金 不會嘛 現在應該很少人在領現金了啦 除非是那種臨時工每天結帳的 一般就是直接轉帳到戶頭 好 那柯文哲跟陳佩琦 有其他的外路還是受限 顯然也沒有嘛 所以檢察官第一個判斷經驗法則 就是說不對啊 你怎麼會拿六百二十萬 因為他是六百一十九萬九千 大概六百二十萬的現金 分六十次到ATM去存款 這顯然違反經驗法則 違反經驗法則的事情 檢察官就會想問 而檢察官通常在查洗錢的時候 或是查不明金流的時候 你只有一次機會 你只要第一次沒有交代清楚的話 你第二次講 第二次講跟講兩百次 檢察官都會認定說 你這個錢是有問題的 因為每個人對於自己的錢是怎麼來 因為而且你知道 他們兩夫妻不是說那種做生意的人 就資金往來很複雜的 因為他的資金很單純嘛 就是跟我們一般薪水階級 醫院也是會款到他的帳戶啊 所以你不可能複雜到你自己搞不清楚嘛 陳佩琦前後換了四種說法 就檢察官聽起來 你覺得他會相信哪一種 我跟你講他一種都不會相信 很簡單的道理 柯文哲你的稿費 跟你的所謂的通告費 有可能柯文哲上通告 有在領通告費嗎 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等一下那個副控的副控製作人 等一下回報一下 他有沒有領通告費 我們等一下要知道好不好 趕快去研究一下 就算有能領多少啦 不是我記得 我記得柯媽媽是真的沒有領 那時候就是在一陣 大家都還會找他上節目的時候 柯媽媽他的通告費 他是他是沒有領的 一般來講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訪問比較重要的人物 比如說黨主席院長總統之類 製作單位會很禮貌的 會給他通告費 但是通常他們都說 這個就不要了 對 他們連簽名都不會 連簽都不會簽 勞報單都不會 所以一般正常來講 當然柯文哲如果 比較愛錢要領也是可以啦 但是他通告費 不可能有那麼多 不好意思我更正 我剛剛說柯媽媽 好像沒有領 但製作人回報說 有柯媽媽有領 不好意思 搞錯了 柯媽媽領也是合理啦 對啊 老人家嘛 而且他們從新竹來 柯文哲如果要領也 我也沒意見 因為這本來就是你該領 但是第一個 你沒有辦法累積到 這麼多金額 那至於其他的錢 為什麼用現金 而且很奇怪喔 你是現金去存ATM 然後因為ATM 每一台每一家銀行的 現額不一樣 因為我是每個月到ATM 去存現金的人 因為我們的通告費 都是現金嘛 對 對 你不可以放在金頭卡嘛 這樣你要去很多間 沒有 我都一間就搞定了 有些ATM是 他是有些是一次可以存100張 有些是存200張 他不管你面額 他是看張數 因為他是厚度嘛 所以假設你可以存200張 你如果是存2000塊的話 你一次就可以存到40萬 一次就可以存到40萬 但是這種機器比較少 一般正常來講就是100張 那你如果換成2000塊 你一次是可以存20萬 那他每天存款會有限額 陳佩琦為什麼會把620萬 分成64到ATM去存錢 我認為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怕到銀行零貴的時候 到台北清澈 行員會問 因為洗錢房治法關係 特別是齁 你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像譬如像俊憲 他們這種立法委員 財威市議員 甚至連我們這種比較公眾人物 我們都會被金管會列為高度注意的賬戶 還不到警戒啦 就是他評測 而且現在金管會對銀行要求非常嚴格 那你要怎麼知道你自己是高度 因為很簡單你每隔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你會接到銀行打電話給你 核對個資 而且因為我們曾經有過這個政治信心帳戶 所以我們的戶頭啊 其實會被限制轉帳的 沒錯 他就怕你洗來洗去 我前幾天上禮拜才接到銀行打電話給我 問我說 你現在這個登記的 原本登記 開戶登記的資料是不是還正確 比如說有沒有搬家電話 有沒有換公司 有沒有換之類的 所以呢 以陳佩琦的身分一定是 那他去銀行存錢的時候 第一個 現在銀行對於大額的現金提款或存款 他都會多問兩句 那陳佩琦這個也許稱不上大額 但是你如果每一個禮拜去存三天十萬 因為照他這個密集度 他曾經在三十五天存了二十幾次 那等於是扣掉週休二日 每天都在存錢 你如果每天都拿著十萬現金到銀行去存 你覺得那行員會不會問你 他一定會問你嘛 這個他當然他不會假裝不認識你 他一定說這個陳女士 你這個現金 你就直接轉帳比較方便 這個現金帶來帶去很麻煩 反正他們會問得很技巧 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但是你會知道他在關心你 他在問你這件事情 陳佩琦大概就怕這個麻煩 因為陳佩琦講的那裡有完全不合邏輯 因為他說我變公眾人物我怕被認出來 那你還你不是去菜市場嗎 你還會去逛街 你去菜市場就不怕被認出來 去銀行怕被認出來 你是覺得去銀行很丟臉嗎 應該不是嘛 所以他大概就是怕被問 那為什麼怕被問 可能第一時間他沒有辦法解釋說 我這個錢是怎麼來 或是說他以為我去ATM存錢 不會被人家拍照 但是剛剛我們講過 ATM其實都會有錄影的 你還是會不會知道只是一般人 可能不會看到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錢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而且他密集存錢有兩段時間 那個時間點很巧合 一次是在便當會之後 一次是在840%容積率之後 那個840%容積率之後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時間點是 逃租影員見面之後 你說這個時間點是不是巧合 好吧你可以解釋是巧合 因為法律也不能以巧合就來定 對這個我們都理解 但是你因為這個巧合 檢察官就會心生疑問 他就問你說怎麼會那麼剛好 對不對 所以而且很奇怪的是 柯文哲11月1號跟審刑金見面 下面寫1500 隔天重量基金會成立 成立基金是1000萬 對這個數字又是一個巧合 然後這兩天有人在講說1500不合理 因為金額太少 那我剛剛很無聊去查了一下 今天比特幣的限值 今天一比特幣等於新台幣 一百八十二萬五千兩百七十 一比特幣等於一百八十二萬 今天他每天在浮動 五萬多美金 你如果換算成1500比特幣的話 總額大概27億 這樣就合理了 這樣總合理了吧 夠不夠多很多嘛 所以這裡面有太多的所謂的巧合 現在是停留在巧合的一段 可是有一個突破點 就是一旦審刑金 如果變成污點證人的時候 這些金流就不會是巧合了 因為他的源頭跟支出的部分 他就可以鬥得起來 那現在就看審刑金決定 他要不要變成污點證人了 那律師我要先請教的是 假設你的當事人 那他們有沒有需要賠真 因為他其實是證人身分 他那時候講出這一段話 我說陳沛琪是不能賠 不能賠真 不過因為他本身身分 他其實一定是被告音訊 所以當下一定都會有律師在 那我們先不講情境 我們說假設你的當事人 然後你要問他說 那我是律師 我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 你這個錢的來源 我們才比較知道怎麼辯護 你如果是剛才說 公司的白日你會怎麼樣 你剛剛很想卡他吧 沒有我跟你講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覺得說 有四種說法 因為講說稿費 通告費 各種的費用 媽媽的錢什麼的 那可能是一個總和 但是因為有一些細節出來 原來是講了A之後 然後被打槍換B 又被打槍換C 就一直在改答案 跟我本來預設的 原來他是一掛說 就是這些錢 不是 他每次講被推翻之後 自己再自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